再来关注河南郑州的最新情况 截至1月5号的晚8点 郑州管城27中原金水4区 重点区域重点人群核酸检测采样98.98万人 已全部检测完毕 共检出阳性病例6例 除了重点区域重点人群之外 5号和6号两天 郑州还将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据郑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介绍 郑州本轮疫情主要是由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起 目前按照防控要求 倡议全体市民非必要不离症 却需离症的需携带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下面来关注浙江疫情的情况 1月5号永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到报告 当天上午方舱核酸采样站 采样的一个采样馆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出筛阳性 经过疫情核实 单人单管标本复检之后 确认10名采样对象当中 一人的快检为阳性 其余9人均为阴性 除此之外 嘉兴市秀州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1月5号 该区新安国际医院在例行环境检测中 检出环境阳性样本 目前医院暂时实施封闭管理 并进行全员排查和核酸采样检测等处置措施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 这个环境样本阳性并不代表阳性病例 我们做好个人防护才是关键 疫苗接种有为重要 最近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网球选手 德约科维奇就因为没有接种疫苗 获选的无缘澳网公开赛 是的 德约科维奇日前赴澳大利亚参加这个网球公开赛 但是因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被拒绝入境了 已经滞留墨尔本机场几个小时的时间 澳大利亚方面做出了决定 撤销德约科维奇的签证 必须离开澳大利亚 按照澳大利亚法律规定的签证撤销 意味着德约科维奇 未来三年都有可能不能前往澳大利亚 参加澳网公开赛 要知道这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 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有报道表示说 德约科维奇会尝试向当地法院提出上诉 来扭转这一决定 从而获得参加澳网公开赛的机会 还非那句话呀 接种疫苗做好防护 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